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的电影 大家好,我是月哥 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 是一片原始而神秘的土地 狂野的大黑角河 从浓密的真意林中蜿蜒流过 这条河里盛产肥美的尊鱼 那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恩赐 诺曼和弟弟保罗 就出生在这个美丽的河畔小镇 他们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父亲是个严谨的牧师 也是当地有名的营调高手 对他们家而言 营调和信仰一样重要 每天下午 父亲都会带着两个儿子在河边散步 教导他们在河畔聆听 上帝和自然的声音 他总说 宗教和钓鱼都是一种艺术 而艺术是很难学的 为了传授两个儿子营调技术 他会使用节拍器 让孩子们在十点钟和两点钟方向之间 挥动鱼竿,投掷鱼线 诺曼从小就喜欢写作 父亲教导他写作要以简名为美 每次都要一遍遍的精简之后 他的作品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兄弟俩的童年 一直都与大黑角合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每天放学后 他们都会在那里玩耍 丢食指 练习营调 两人虽是异母同胞 性格却是截然相反 哥哥含蓄沉稳 弟弟却狂野不羁 有则内在的强悍 他敢冲着镇上的风尘女 跳一支狂方的舞蹈 也敢挥拳挑战那些比他高大的男孩 又比如保罗不喜欢吃麦片 父亲却说吃麦片是人类几千年的习惯 并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他珍惜食物 可这个八岁的小男孩却以沉默的方式进行抗争 他宁可在饭桌前坐一整天 也不肯妥协 躺在河边的草丛中 兄弟俩谈起了长大后的梦想 哥哥说想当牧师或者拳击手 而保罗却想当职业雕手 哥哥说没有那种职业 保罗沉思片刻后只好改口 那就拳击手吧 就这样兄弟俩在这个偏远的小镇里慢慢长大 1917年诺曼进入林业局工作 而保罗白天在游泳池当救生员 傍晚时分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目标 当一个职业雕手 这天夜里兄弟俩跳窗溜出家门和朋友们失混 在保罗的怂恿下 几个人偷了一艘木船扛到河边 峡谷激流奔腾而下 发出野兽般的怒吼 朋友们都胆怯了 只有保罗兴奋不已 在他期盼的目光下 诺曼只能答应和他同舟共计 兄弟俩跳上船 在湍急的河水中漂流 在惊涛乱石中浪鳄非洲 直到顺着瀑布脊椎而下 等朋友们慌忙跑过去时 直见到了摔烂的木船 保罗突然窜出来 把好友推进了河水中 他们在河里尽情嬉闹 可诺曼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开心 最终他们的出格行为被父亲得知 自然免不了一顿责骂 保罗主动承担了罪责 诺曼从未让父亲如此失望过 他心里十分懊悔 保罗的心情也很复杂 他的挑衅彻底激怒了哥哥 兄弟俩甩开膀子干了一架 直到母亲赶来 他们才停手 保罗的嘴角冒着雪 诺曼不仅流了血也落了泪 那是他们第一次打架 也是最后一次 或许他们只是想验证谁比较强 但那些青春期的疑问 如果没有得到解答 一旦过了某个时间点 也就不会再提起了 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兄弟情深的状态 那天父子三人相约去河里钓鱼 清风河絮 绿树成平 阳光把河水照得清澈透亮 他们在河中站成一排 熟练的挥舞着手中的鱼线 得益于父亲教授的四节拍法 诺曼拔得头筹 而保罗则第一次违反了父亲的指示 创造出一种新颖又独特的挥线节奏 鱼线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 轻盈而灵动 最终保罗的愚祸比哥哥略生一筹 然而姜还是老的辣 在两个儿子面前 父亲终究还是奇高一招 那年年底诺曼考上了大学 即将远赴三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 和亲人一一惜别之后 他便转身踏上了真城 保罗追在身后 为诺曼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在大学里 诺曼见识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 大学时光很充实 六年时间他几乎没怎么回过家 与此同时 保罗则留在了本地上了附近的大学 他不愿离开那些他还没有钓过的鱼 毕业后他选择了在当地报社当一名记者 直到1926年春天 诺曼才返回家中 父母早已在站台等候 保罗因为琐事缠身无法赶来 诺曼问母亲 我瘦了吗 母亲笑着反问道 我老了吗 随后父亲将诺曼请进书房 询问他将来的职业规划 诺曼说自己申请了教授职位 但还没有得到回应 接着他特意赶到报社去见弟弟 曾经青涩的脸庞 如今也多了几分成熟 兄弟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微笑致意 次日他们相约来到了熟悉的河边 朝掌阴飞 岁月流转 归来却已不再是少年 多年未碰鱼竿的诺曼 记忆难免生疏 保罗不停地在一旁指导 这让他有些心烦意乱 手热之后 鱼线随着节奏的律动 飞到了河中间 几经常识后 他终于钓到了六年来的第一条鱼 而站在河流上游的弟弟 已经把投影抛线法玩到了极致 诺曼终于明白 在他离开家乡的这些年 保罗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淫钓大师 晚上诺曼在舞会上 遇到了让他心动的女孩杰西 正当他想要邀他共舞一曲时 却被突然声控的烟花打断 诺曼不愿放弃 千方百计打听到了杰西的电话 在他诚意满满的邀请下 最终杰西答应和他约会 晚上杰西挽着诺曼的胳膊来到了酒吧 保罗也带着自己的印第安女友来到了这里 可在那个年代 印第安人正遭受着白人的歧视和排挤 保罗不顾世俗的眼光 尽己所能地爱护着女友 四个人坐在小包厢里开怀畅聊举杯恭饮 人生如尊岁月如酒 一杯尽时光一杯尽真情 此时欢快的舞曲忽然响起 保罗和女友在舞池中央狂野起舞 自由奔放的舞步感染了在场宾客 一时间掌声四起 诺曼和杰西轻摇漫舞 感受着彼此渐渐升起的爱意 不久后杰西收到了诺曼的情诗 当月光在草地上徘徊 我心里满意着歌声 我亲身哼唱的不是乐曲 而是某个地方 某个我怀念的地方 那是一片无人踏足的草原 只有迷路和我的思念 我思念你 思念那个在我闭丸中不知所措的你 晚上诺曼接到了警察局打来的电话 警察告诉他 为了保护女友保罗和别人打架 而且他还在赌场欠了很多钱 接着诺曼把这对醉醺醺的小情侣接到了车上 回去的路上诺曼对弟弟说 如果你需要钱的话 我能帮你 可保罗却打断了他 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 不久后的一天 杰西的哥哥尼欧从加州归来 诺曼陪同杰西一家人去站台迎接他 这个由头粉面的男人 在全家人面前就像个明星一样 在杰西的介绍下 诺曼上前和他握了手 回家后他们开酒庆祝 聊着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 诺曼也搭不上话 坐在一旁有些尴尬 尼欧时而亢奋 时而迷糊 看上去很奇怪 家人也都清楚 尼欧过得并不好 都想陪伴他 帮助他 最后在杰西母亲的提议下 诺曼答应带尼欧一起去钓鱼 希望可以借此 让尼欧放空一下自己 重新振作起来 到了约定的日子 诺曼叫上了保罗 两人在河边等的心里直发毛 尼欧这才开着车 姗姗来迟 原来回家当天 他就跟一个妓女混在了一起 昨天晚上两人喝得烂醉 到现在都还没有清醒过来 保罗善意的提醒他 蒙大拿人做三件事 永远不会迟到 商教堂 工作和钓鱼 可他们两个人看上去都很狼狈 好不容易让尼欧下了车 可他连鱼杆都拿不稳 不出保罗所料 他竟然带了一罐蚯蚓 他不仅不懂银钓 而且根本就不喜欢钓鱼 兄弟俩沿着河床一路前行 却迟迟不见尼欧跟上来 四处寻找之后 他们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空酒瓶子 远远望去 两人拖得一丝不挂 昏睡在火辣辣的太阳之下 好不容易把他们弄上了车 尼欧的后背已经被晒伤 把他送回家后 尼欧的老妈责怪诺曼 没有好好照顾他 杰西也质问诺曼 你为什么没有帮助他 可诺曼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杰西虽然生气 但又不得不开车送他回家 到家后诺曼向杰西坦言 我不喜欢你哥哥 但我喜欢你 我还想再见到你 杰西微微笑了一下 便准备离开 临走时他跟保罗说 你们俩都没有好好帮我哥哥 我不原谅你 你哥哥也很无趣 晚餐时 诺曼低着头闷闷不乐 保罗就讲了一个笑话 逗大家开心 说完他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其实他是去了赌场 家里人都知道他的脾性 除了暗暗为他担忧 也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天 诺曼收到了芝加哥大学 寄来的信件 他们聘请诺曼去学校 担任英文教授 一个星期后 尼欧即将离开 杰西一家人前去送行 虽然你有有一身的臭毛病 可亲人们都非常爱他 看着火车渐渐远去 诺曼也跟着挥手致意 在苍翠的森林中 诺曼跟杰西漫步聊天 杰西问他 如果明年哥哥再回来 你愿意帮助他吗 诺曼说 如果他肯接受 我愿意试试 可杰西知道自己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无时无刻不再为哥哥担忧 担忧好像无能为力 他不明白为什么最需要被帮助的人 都不愿意接受帮助 说着说着他就流下了眼泪 其实诺曼跟他一样也很困惑 他弟弟保罗明明身陷困境 却依旧倔强地拒绝亲人的帮助 诺曼轻轻地帮杰西擦去眼泪 所有好东西要给他看 那是他的教授品书 他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别人 杰西为他感到高兴 希望他能有一番作为 可诺曼却说他不想离开这里 不是因为蒙大拿 也不是因为那条河 而是因为他不想离开杰西 听了这饱含深情的绵绵情话 杰西动情地投进了诺曼的怀抱 收获爱情的诺曼既兴奋又开心 他去酒吧找到保罗 一口气喝光一大杯啤酒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保罗也为他感到高兴 紧接着就把哥哥带到了赌场 诺曼今天的运气很好 正好沾沾他的好运去赌一把 可他已经欠了很多钱 赌场的人和他发生了冲突 诺曼想把他拉走 可他却执意要留下来 诺曼大吼 他们不会让你参加的 你已经欠了太多钱 可保罗却说 诺曼那是我的债 我自己会想办法 最后诺曼只能无奈的离开 保罗赶紧追上去安慰哥哥 我在想 我们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一起去钓鱼了 不如明天就去吧 带着爸爸一起 好吗 看着保罗期盼的眼神 诺曼一时心绪难平 第二天早上他一直盯着挂钟 盼望保罗能早点回来 保罗回家时面带笑容 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他惹下了大麻烦 可就是不愿意家人为他分担 饭桌上诺曼宣布了自己 成为大学教授的好消息 父母既高兴又欣慰 保罗也对哥哥说 我以你为荣 接着父子三人结伴去大黑角和钓鱼 站在河岸边 诺曼说他准备向杰西求婚 他们要一起去芝加哥 希望保罗也能跟他们一起 那里有很多报社 完全可以找一份新的工作 可保罗却拒绝了 他爱着这片土地 也练着这条大河 接着诺曼坐到了父亲身边 而保罗这一个人在水中惬意的挥干 伴随着手腕的抖动 长长的鱼线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因而精准地落在了一条大鱼身边 大鱼咬沟后 鱼竿忽然就沉沉地弯了下去 保罗步入激流和大鱼搏斗 他能感觉到他的力量 湍急的河水将保罗冲向下游 可他依然不肯放手 他就像这条大河一样 狂野奔放 从不屈服也从不回头 直到激流将他完全淹没 他仍然高举着手中的鱼竿 艰苦地熬战之后 他终于将大鱼收入囊中 他兴奋地狂吼 父亲和哥哥看到后也惊呆了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 钓到的最大的一条尊鱼 父亲骄傲地感慨 你真是个银钓大师 那一刻 诺曼忽然觉得保罗 并没有生活在大黑角河畔 而是漂浮在这城市之外 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纯粹的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随后他们坐在一起 亲密无间的聊天 父子三人仿佛回到了从前 可生活从来都不是艺术品 短暂的美好也无法永久保存 就在诺曼准备前往芝加哥的前一天 噩耗传来 警察告诉他 保罗被人用枪托活活打死 扔在了一处偏僻的箱子里 闻听噩耗 一家人都悲痛不已 曾经他用那只右手 自意地挥舞于线 驾驭着心中的梦想 可如今他的右手掌骨 被人深深打断 悲惨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他深信狂野 放浪行骸 这样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亲人们只能爱他 但却无法帮助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 再次提起弟弟保罗 诺曼发现他对弟弟唯一的认知就是 他是一个出色的淫调者 父亲去世前 在教堂里最后一次 不道是说 人生中至少都会有一次 这样的经历 看着我们所爱的人需要帮助 我们却没办法提供帮助 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奉献什么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必须要奉献什么 那些我们最亲近的人 通常却是最让我们琢磨不透的人 可就算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他 我们仍然可以全心全意地深爱着他 时光啊时光 请倒退一些 让我再次回到那年的夏天 那闪着金光的河面 那灵动飘逸的鱼线 那脚下的大河 那年少的笑脸 还有那些我年轻时 了解不深 但依然深爱的人 如今他们都已过世 包括杰西 但我仍然怀念他们 我还是会一个人在大河里钓鱼 虽然朋友们都劝我不要这样 但当我独自一人 深处山谷的阴影之下 周遭的一切事物仿佛都消逝了 只剩下我的灵魂和回忆 以及大黑小河 潺潺的流水 大河链是罗伯特·雷福德之导 1992年上映的作品 获得了第65届奥斯卡金箱奖 最佳摄影 以及最佳改编剧本 和最佳原创配乐提名 影片主要讲述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 在奔腾不息的生命长河中 流淌出自己的生命轨迹 哥哥诺曼沉稳平静细腻温情 好好读书孝敬父母 认认真真的爱一个人 安安静静的结婚生子 遵守世间一切的法则 享受生活的平凡喜乐 不出格不余句 不辜负人生也不辜负爱意 他是生活的智者 是大河中缓缓流淌的河水 滴滴保罗自由浪漫 桀骜不逊 酗酒赌博灭世归蛇 轰轰烈烈的过完一生 潇潇沙沙的释放天性 游离于世俗之外 追逐着心中所爱 完全的忠于自己 尽情的燃烧灵魂 它是纯粹的艺术品 是大河中跳跃奔腾的浪花 在这条奔腾不息的生命长河中 无论你是奔腾的浪花 还是缓慢的河水 最终都是熟途同归 无论你过着平静或是浪荡的生活 无论你选择别人理解或是不理解的人生 我们这一生唯一能够怀念的 除了你流淌过的风景 再无其他 正如返老环同归所说 你可以像疯狗一样 对周围的一切都愤愤不平 你可以诅咒命运 但是等到最后一刻 你还是得平静的放手而去 大河奔流而下 不因世间的喜悲而停息 大河默默不语 却诉说着生命的千百种意义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